来自南方都市报消息 据外媒报道 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俄罗斯运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 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有17万监控摄像头 其中大约有10万的摄像头 安装了人脸技术来帮助警方识别 被隔离人员是否有外出 据莫斯科警方称 该技术已经帮助他们 找出大约200个违反隔离规定的人 不过也有律师表示 这类的监控可能违反了 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